就算打出了悲情牌,但国民党临时全代会果然是在预料中按照剧本红袖注下改为党主席朱立伦上 只是过去朱立伦曾经说过会把新北市长做好做满 现在他说会代职参选,更正正的向新北市民来道歉 而今天朱立伦顺势是把林全会变成自己的政见发表会 表示自己当总统之后愿意到立院来背询 还向对手民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来公开要求了 说要辩论两岸议题 朱立伦动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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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营大佬又搂又抱,各个笑得何不容嘴 如预料之中,朱立伦取代红袖注战2016 但眼前恐怕还得面对新北市民这一关 我必须跟所有支持我的新北市民抱歉 对不起 但是我要跟大家说 我要对全台湾所有的人民包含新北市民报告 我们是为了捍卫我们所爱的中华民国 朱立伦向400万新北市民郑重道歉 却又是代职参选 而选战剩下三个月 他把握机会在林全会上直接向对手蔡英文喊话 要透过辩论的方式 明白的 请蔡主席告诉我们 如何面对中华民国 如何面对两岸关系 不仅公开要求辩论朱立伦更发难 若当选总统要进国会乖乖接受被询 如果我能够当选2016的总统 每一年我一定到立法院报告国情 并受重要的政党代表的咨询 远然下半场林全会变成自己的政见发表会 朱立伦输在旗袍点也不愿落后对手 似乎连副手都已经有人选 主席如果找你呢你会一路不容辞吗 没有这一回事 对完全没有完全没有 没有完全没有 黄敏慧雨待保留 毕竟新总统参选人朱立伦才刚接手 不仅得先安耐好挺住支持者那一关 更得担忧新北市民反弹 拔住风浪那么大就怕功亏一篑 记者台北 最后报道